大家好,很久不见 非常抱歉,这么长的时间都没有做新的课 那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鼓励 特别是在这里有Winston和Chall Young 谢谢你们的鼓励和支持 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学习一个新的课 这个课呢,是关于一些上网的词语 好了,我们赶快来学习吧 第一个,浏览器 那常用的浏览器有Chrome, Firefox和Ie 那常用的浏览器呢,有这三个 那你常用的浏览器是什么呢? 第二个,搜索 搜索呢,是我们现在常常用的一个工具 如果有问题,可以去Google或者百度搜索一下 你常常用搜索吗? 好,如果搜索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 关键的关键词 我们用关键词搜索 用关键词搜索 下一个 网站 网站 网是Internet 站呢,我们有火车站 地铁站 公交车站 那我们也有网站 网站 那下一个 点击 点击 那点击也可以说点 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点一下 点一下什么 好,下一个 链接 链接 点击 链接 打开 点击 链接 打开 一个链接 我们说一个 一个链接 好,下一个 窗口 窗口 那在我们的电脑上 这个window 我们不叫窗户 如果是在房间的 window是叫窗户 那么在电脑上的 这个window呢 我们叫窗口 打开 一个新窗口 打开 一个新窗口 下一个 网页 网页 那页呢 它也是一个量词 比如说一页纸 一页纸 那网页呢 它就是一页 网页 网页呢 只有一页 但是网站呢 上面可能有很多网页 好 首页 首页 首是什么意思呢 首就是第一个 比如说首先 是the first的意思 对吧 那么首页呢 就是第一个网页 就是你在网站上看到的 第一个网页 好 下一个 账号 账号 那我们有网站账号 还有银行账号 我们都说账号 比如说 你有这个网站的账号吗 你的银行账号是什么 好 下一个呢 注册 注册 那如果你想要一个账号 那你先要注册 注册以后 你就有一个账号 注册以后 你就有了一个账号 那下一个 登录 登录 登录后 才能看 登录后 才能看 如果你 注册了一个账号 那你可以登录 那你用什么登录呢 用你的用户名 用户名 名 名字 那就是用户的名字 用户名 不一定是你的真名 用户名 用户名不一定是你的真名 那除了用户名 我们还需要什么呢 密码 密码 现在密码太多了 记不住 现在密码太多了 记不住 那最后一个 登录以后 你还可以做什么 退出 退出 就是从网站上出来 叫退出 关掉窗口前 别忘了退出 关掉窗口前 别忘了退出 好 那这就是我们要学的 14个生词 浏览器 搜索 关键词 网站 点击 链接 窗口 网页 首页 账号 注册 登录 用户名 密码 退出 好了 那我们学完了 现在我们来练习一下 那我们现在先来打开一个 浏览器 浏览器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开始搜索 搜索 在搜索以前 你要写上写上什么 写上关键词 关键词 比如我的关键词是这个 关键词 那这个是搜索 那搜索以后你会看到很多的很多的结果 那现在我们要找到我们要去的要去的网站 要去的网站 那这里是它的链接 链接 现在我要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新的窗口 那现在这个网站就打开了 在网站上有很多的网页 网页 一个网站呢 有很多的网页 那你现在看到的第一页 网站的第一页叫首页 首页 在首页上你可以进入这个网站 如果你没有账号 那你就要注册 注册 先要注册 如果你有账号 那你就可以登录 那在这里登录 你要写上你的用户名 还有你的密码 写完以后 你就可以登录 你学习完了以后 你学习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退出 退出 好了 那我们的练习就结束了 你记住了吗 没问题 我们再来复习一遍 那我们现在先来打开一个 浏览器 浏览器 那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开始搜索 搜索 在搜索以前 你要写上 写上什么 写上关键词 关键词 比如我的关键词 是这个 关键词 那这个是搜索 那搜索以后 你会看到很多的 很多的结果 那现在 你要找到 我们要去的 要去的 网站 要去的网站 那这里是它的 链接 链接 现在我要打开一个新的窗口 新的窗口 那现在这个网站就打开了 在网站上有很多的网页 网页 一个网站呢 有很多的网页 那你现在看到的第一页 网站的第一页叫首页 首页 在首页上 你可以进入这个网站 如果你没有账号 那你就要 注册 先要注册 如果你有账号 那你就可以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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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这里 登录 你要写上你的 用户名 用户名 还有你的 你的密码 密码 写完以后 你就可以 登录 你学习完了以后 你学习完了以后 你就可以 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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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最后你回到了 这个网站的首页 首页 如果在刚才的复习中 你感觉你还没有完全的记住这些词语 那么你还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来练习这个课文 那这个课呢 它都是免费的 这里呢 你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来复习我们刚刚学的词语 那除了这个词语以外呢 那么在下面呢 你还可以来做一个填空的练习 来练习一下我们刚才学的 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先打开一个 然后呢 最后你可以在这里检查这个答案 看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如果你有感兴趣的话题呢 可以给我留言 那下一个课呢 我想再做一个跟上网有关的词 比如说 upload download post 还有blog 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还有在现在中国比较流行的 这个wechat 这方面的内容 如果呢 你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请告诉我 总之希望得到你们的反馈 你们的看法和意见 好了 那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再见 再见 过来 编刀